这是一只聪明的狼 当他发现地上有块人皮 立马上前文了文 接着就找到了一个入口 然后用尽全身力气 往人皮里面钻去 随后整个狼都进到了人皮里 原本干瘪的人皮 此刻变得饱满充盈 俨然他已经成为了 这副人皮的新主人 突然一个人影一画而过 狼人拎起公文包 一瘸一拐地跟了上去 看着顺拐的鸭子 就知道他还没适应直立写 这不还差点被车撞 但他不愧是只聪明的狼 不一会儿就适应了走路 还来到了一栋写字楼前 看着一个吞云吐雾的大叔 狼人觉得自己和他一样帅气 带着这份自信 他来到了面试现场 虽然他啥都不坏 可他的模仿能力极强 立马就把简历整得朴实无华 没想到这份朴实还打动了老板 他顺利入职了 接着狼人在公司混得有声有色 老板还不断给他升职加薪 没多久他还攒钱买了一栋大房子 作为人的生活如此有声有色 让他有点得意忘形 开始在草坪上撒欢奔跑起来 把搬家小哥都给看呆了 买了大房子也不用这样炫耀吧 很快 狼人就从小职员干到了大经理 还娶了貌美如花的老婆 但每当他看到动物的图片 还是会恍惚沉思 肚子饿得咕咕叫 老婆带他来餐厅享受 可看着满桌子的滔屉盛宴 他却一点食欲都没有 因为这些都是熟食 但看着别人的小宠物 他倒是口水直流 恨不得马上扑上去 为了犒劳自己 狼人决定买一只小猫咪解解馋 他把小猫带回家 来到地下车库 关上大门后 取出了这份让他垂涎已久的美食 他咽了咽口水 正准备一口拿下时 门却突然打开了 女儿一脸惊喜地站在门口 以为小猫咪是送给他的礼物 十分的开心 狼人无奈 只能将猫咪送给了女儿 一只狼看见地上有块人皮 想都没想直接钻了进去 下一秒 他竟然撑开了人皮 完好无损地穿在了自己身上 一头狼人就此诞生 他穿着人皮找到了工作 穿着他买了大房子 甚至人模狼样的 娶了妻生了娃 这么多年没有半点破绽 但最近他感到原始受性的召唤 感觉自己越来越饥饿 他很想撕咬生肉 看着墙上迷路的照片 也不断分泌口水 晚上看电视 那熟悉的场景 让他激起了对新鲜血液的思念 一边看电视 他一边对妻子说 我好像压抑不住自己的冲动了 妻子一个娇羞 还以为丈夫想要和他一起做核酸 立马打去道 等女儿睡觉后再说 第二天在公司开会 一打开手里的资料 受性再次被唤醒 看见的竟然是一团血淋淋的内脏 他感觉自己就快控制不住自己了 好死不死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保护野生动物 屏幕上的画面 又不断勾起他的饥饿受性 他盯着一个同事 眼里满是期待 这嫩滑的大脖子 一口下去的多香啊 他忍不了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上桌子 朝着同事奔了过去 一把扑倒同事后 按在地上开始生啃起来 所有人都看呆了 一番享受后 他转过头竟然出现了原本的狼嘴 这下狼人的身份被暴露 他立马逃走 可同事们哪会放过他 不仅追他出公司 还追到草地 大家都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狼人只能躲回家里 但这下子 连胳膊都已经暴露了 妻子见状拿出棒锤恐吓他 狼人不断解释 可现在他只能发出狼袍 接着他脱掉人皮 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妻子看待了眼前的这一幕 完全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 公司的同事又追了过来 把狼赶到了屋外 狼想逃回森林 可跑到原来森林的位置 地图上却显示着已是终点 原来森林早就已经不复存在 大家都看着狼 想知道他的下个动作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呼啸而过 狼就此隔屁 围观群众都松了口气 转身回公司继续打工了 最后这只命运坎坷的狼 被清洁工人打包带走 也算是回到了大自然里 一瓶大可乐摔倒在地 小哥被吓得鼻孔放大 眼神迷茫 随着瓶内的气泡剧增 防暴警报立马开始发作 接着特种兵冲进来 控制了在场的所有人员 看着眼前的枪杆子 小哥连忙抱着可乐柜头 特警接着就对地上的可乐进行检查 汇报给上级 可乐暂时安全的情况 三瓶巨无霸大可乐 其中两瓶稳定 一瓶有爆炸倾向 总部得到消息后 立刻召集专家座谈 有人说可乐瓶随时都会爆炸 应该立刻丢弃 此时领导接到国防部电话 让他们马上疏散群众 可乐一旦爆炸 殃及范围可达1000公里 必须要抓紧时间 随后两个拆弹小哥来到现场 打算原地解决可乐弹 专家指出 可以顺时针慢慢转动停带 释放一些内部压力 让其自行趋于冷静即可 拆弹小哥按照专家的办法 开始扭动停带 另一人则在一边监测起了压力表 内部压力一旦超过220千pa 可乐就会立刻爆炸 伴随瓶盖的转动 压力值瞬间飙升 吓得小哥停住了手 这一操作后 专家发现这样一来 只比之前下降了0.2千pa 释放走的压力远远及不上 瓶内新增的压力 第二次操作 小哥打算一鼓作气 结果瓶内压力立刻飙升至210千pa 此时瓶内压力 也不断地向外涌出 完蛋 生涯速度越来越快了 就在局面愈发混乱时 总统打来电话下达指令 人员的生命安全应是第一位 与此同时 可乐压力已经暴涨 只需要10秒就会立马暴涨 紧要关头 领导直接下达命令 马上开盖放弃 拆弹小哥接到指令 直接上手扭动停盖 随着压力不断上升 大家都觉得这下一定完完了 谁知只听到扑击一声 压力即刻归零 危机解除 拆弹小哥松了一口气 专家也拥抱庆祝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疯癫小细巴 手中拿着一瓶大可乐 一边斜笑 一边不断上下摇晃 还不点赞关注 帽子小哥一看 直接自我了断 嘿嘿 别走啊 看看我的威力吧 小哥吓得长大了嘴巴 只见小细巴一扭瓶盖 砰的一声 地球上就泛起了一道蘑菇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次的短片都比较轻松有趣 大家看个开心就好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几个小短片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